在中国有八个超级县城 地方不大 却可以称霸全球 并且蕴藏着无线商机 赶紧点赞收藏 看看有没有你的老家 第一个江苏的丹阳 承包了全球50%的眼镜生产量 全世界50%的镜片来自于丹阳 年产净价1亿付 镜片4亿付 每年30万人到这里配眼镜 700多位明星同款 在这里批发价只要50多 值得你去赚一赚 第二 湖南少东 承包了全球70%的打火器市场 不夸张的说 只要你买过打火器 那必定是产子少东的 这座身在乡中腹地的小城 承包了全世界70%以上的一次性打火器 每年产量超过百亿 连起来能绕地球20圈 第三 浙江珠季 承包了全球73%的珍珠生产量 全村80%以上的村民都从事珍珠生产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开通了直播卖珍珠 线上销售额高达20亿元 第四 广西横县 承包了全球60%的茉莉花产量 当地茉莉花田占地约是十亿万亩 花农队伍达到33万人 横县的茉莉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它也被誉为茉莉花之都 全球各大知名品牌比如利顿 星巴克全能到这里来采购原材料 第五 广东的帆域 这里承包全球90%的抓娃娃机 一共有娃娃机厂家2000余家 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 果然应了那句老话 成功事业要从娃娃抓起 第六 河南许昌 这里承包了全球70%的假发生产 所以又被称为假发之都 假发产品元宵120多国家和地区 硬生生打破了假发行业被欧美垄断的同学 甚至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开始制定行业标准 第七 山东的昌乐 中国电声乐器基地 电吉他的产量占到全球三成以上 在这里 电吉他是随处可见 吉他音乐节的海报 吉他造型的塑雕 甚至是路上的大爷大妈们 都时不时背着一把吉他 妥妥的网红小镇 第八 福建的晋江 中国邪都 不大的小县城 却承包了中国40%的运动鞋和旅游鞋 占世界总产量30% 远销163个地区和国家 仅一个小小的县城 就孕育出了安踏 特布 匹克等世界级的品牌 你说 厉不厉害 文字幕作人物搭桐 感谢观看